今天仍然跟昨天一样是一个高温而炎热的天气 而整体的天气形态来说 到了今天的时候 9号台风的位置 也就大约到了上礼拜四的位置 到今天台风还没有接近 不过我们就来看看 这一个礼拜的天气变化 三个台风在太平洋面上 他们是各走各的路 互相之间没有影响 今天仍然各地天气晴朗 南部海域的风浪在下午以后开始会增大 礼拜三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什么 台风的暴风圈 要开始接近我们南边海域 而且大约在台南高雄 屏东跟台东这三个地方 会因为暴风圈接近的关系 风雨的感受上来说 周三晚上会要增加 但礼拜四影响是最为明显 不过我们要看台风的中心位置 礼拜三晚上开始接近之后 礼拜四会从我们南边 恒春半岛的外海通过 近一点风雨大 远一点风雨就小 强风区如果海面上通过 就南高平三个地方 要特别注意的是降雨状况 跟风力的部分 礼拜五以后台风远离了 北部天气转晴了 南部时而有阵雨 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了 云图上先来注意到 远洋的十一号台风 未来它会朝琉球群岛走 北边的十号台风 已经逐渐的变温带气旋了 而在我们的东南方的 九号台风在昨天 仍然在菲律宾的东方的外海 在打转 走的速度非常的慢 再来就看一下路径前市了 前市上面可以注意到 十号台已经逐渐东移了 十一号台未来会往琉球群岛走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九号台风 再来我们把这张图放大 看一下九号台风 九号台风在今天的时候 移动的方向来说 速度会开始加快 以目前来看的话 大约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还是在上礼拜四的位置 到了明天的时候 开始逐渐的接近 我们东南方的海面 尤其明天的晚上开始 到后天这段路径当中 暴风圈就会开始影响到 我们的陆地 距离来说 如果中心在海面上通过远一点 强风区就在海上过 如果近一点强风区就会接近到陆地 所以我们就要看 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它整个开始转向的角度 这会取决于台风的强风区 会不会在海上过了 以目前来看的话 到了礼拜四 礼拜五 礼拜六的时候 台风会在这个台湾海峡 西南方逐渐的偏西北西的方向走 但这段路径又变慢了 这代表说水汽会移动上来 相对的在南台湾地区的朋友 到了周四台风远离之后 周五周六都要特别的注意呢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今天的温度了 各地来说天气晴朗 只有午后正雨 那东半部地区是多云试青 歪岛地区也都是属于晴朗的天气 小丁宁两件事情要提醒 第一个最主要白天阳光墙 外处要防晒 南部的风浪开始要增大了 下午在海边活动要注意 第4个背景 完全没有 regener soft 外国字幕展预 这个转独播时